香港有一位叫瓊姐的網絡紅人 已是容祖兒超級粉絲見稱 但一直都沒有人見過她的真身 而網民都懷疑她是英王娛樂的員工 那到底她的真正身份是甚麼人呢? 瓊姐,你說瓊仔,我不叫她瓊姐,我叫她瓊仔 她在英王做的,沒錯 我見到她,她也有很多東西吃,給我喝一杯好咖啡 那你有沒有見過瓊姐? 當然有,經常見到她,回春宮才見到她 那你對瓊姐有甚麼印象? 她很...很性感 很...玲瓏浮凸 而且很...很懂得服侍人 即是...她那個觸感啊 那個力度啊...是... 啊...是很舒服的 我每次見到她,我都覺得...嘩...爽啊! 大家好,我是冤枉娛樂,汪雅姐 今天,我就深入英王總部 揭開瓊姐神秘的面紗 瓊姐?祖儀的粉絲嘛 你有沒有見過瓊姐在英王? 當然有 在英王有沒有見過瓊姐? 瓊姐?當然有啦,經常見到 那在哪裡見到她? 呃...周圍飛的喔 你自己找一下吧 你有沒有見過瓊姐? 哦...Yumiko就是烈瓊 她不是英王的了 你有沒有見過英王瓊姐? 瓊姐?瓊姐不在這 瓊姐不在這 你好,什麼事啊? 我是瓊姐 在英王就做了三年了 那日上的工作呢就是洗杯啦 呃...派信啦 寄信啦 老啊文件啦 去銀行啦 整個英王娛樂呢 就只有一個瓊姐 就只有我一個啦 原來,英王真是有瓊姐的 但是似乎這位瓊姐 和網絡上面那位瓊姐 並不是同一人 大家如果有線索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 再去跟進 接下來我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冤枉娛樂的頻道 瓊姐,我想問些文具在哪裡啊? 我拿給你啊 我還是可以給我 還說是